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岛内热议的焦点 大陆军事专家指出 台美之间可能正在为FA-18EF的采购进行舆论造势 呈现出一种买什么就捧什么的趋势 岛内的一些分析则认为 这是美国对台海局势的一次试探 实际上EA-18G咆哮者电子作战飞机作为FA-18的衍生型号 备受瞩目 这款战机配备大量电子作战设备 能有效干扰空域内各种电子频图与雷达 是现代空中作战中的关键力量 在与F-22的模拟空战中 EA-18G甚至能将F-22的空用雷达干扰制几乎失效 多次模拟击落F-22 充分展示了其强大的性能 台媒认为 FA-18EF的最大优势之一 是具备优秀的短距离起降性能 这款战机最初是美军航母舰载机 设计时充分考虑了极短距离的弹射器辅助起飞 在陆地机场起飞时 FA-18EF仅需滑行300米 相比之下 F-16的最短滑行距离是500米 幻影2000则需要700米 这一特点对于台海防卫作战尤为重要 特别是在导弹袭击后的反击中 FA-18EF的存活率和再出动能力将更加出色 从而具备更强的威慑力 岛内军事专家施孝伟在网络节目中表示 FA-18EF超级大黄冬战机并不逊色于F-16 且更适合台湾 其双发动机设计无需改装 即可实现滑跳起飞 即使在飞机跑道受损的情况下 也能保持较高的成功起飞概率 目前 台湾正在积极推进下一代战机的研制工作 已经绘制出图纸 并计划向美国购买发动机 这款战机最大的特点是具备隐身功能 与IDF的研发模式相似 因此也被称为ADF计划 此外 台湾还计划推进高超音速导弹的研发 早在2002年 台湾就向美方递交了购买100架F-35B战机的意想书 虽然军方从未证实台湾是否向美方洽询购买F-35战机 但这已成为公开的秘密 事实上 早在陈水扁第一次执政时期 台湾就已考虑购买F-35战机 不过 直到特朗普上台后 这一计划才在2019年获得批准 即使美国不卖F-35给台湾 台湾也有能力自行研制五代战机 目前 空军及相关单位正在研发第五代隐形战机ADF 在谈到ADF的外形设计时 各国在自研五代战机时普遍参考成功经验 如日本的X-R新神验证机 韩国的KF-21以及土耳其的TF-X等 均采用了类似F-22和F-35的V型双锤尾风格 以减少雷达反射强度 台湾与美国在军事领域的合作历史悠久 拥有两家主要的发动机制造商 通用电器GE和普惠Prett Whitney 台湾过去购买的F-16VB战机使用的是普惠F-100引擎 而新购的F-16CD战机则采用了通用电器的F-110引擎 如今 台美关系显然比40年前更加紧密 在考虑是否选择中型或大型战机时 我们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决策 若选择中型战机 可考虑采用F-404或F-414中推力引擎 若选择大型战机 则可选用F-100或F-110大推力引擎 虽然这里没有绝对的正确答案 但我们希望ADF能成为一款装备202,110引擎的大型战机 这是因为这样的技术难度相对较低 比如 土耳其的TF-X战机就是采用了这种方案 在未受到美国制裁前 土耳其已经向美国采购了F-110G-1132型引擎 用作TF-X的动力来源 此外 台湾曾从F-16战机中窃取技术 独立研发隐身战斗机 据了解 这项自主研发计划 是由台湾科技研究院 汉翔公司和太空军部队共同完成的 根据计划 战机的设计图已经完成 但发动机需要从国外采购 并需要具备隐身性能 事实上 早在2014年 台湾媒体就曝光了台军研发下一代战机的计划 但直到近年来 台湾媒体才确认该项目已得到当局的批准 原本 这款飞机的整体设计 由台湾科技研究院和汉翔公司负责 其最大特点是隐身性能 但在实际操作中 台湾科技研究院改变了初衷 决定向美国采购F414发动机 支女星计划是台湾科技研究院的一个项目 第一阶段包括整体设计和发动机制造 分别投入了88亿和17亿新台币的经费 发动机方案从2018年开始 台相关机构投入了十余亿元新台币进行研发 原计划中 台军预计在2027年退出下一代战机 使用的发动机基于现役IDF的T-1040270发动机 进行升级改造 美军的编号为F125 然而 经过多年研发 台湾又表示 将向美国获取战机的关键技术 从2019年开始 台湾科技研究院 执行下一代先进高性能战机关键技术研发计划 强调持续掌握研发进展 台空军计划通过与美国的军事交流 探索获得下一代战机关键技术和先进设备的可能性 以增强起研发能力 台湾的IDF战斗机是亚洲首款四代战机 在1980年代 台湾在美国的支持和技术转让下 启动了IDF自主研发计划 以替代逐渐老化的F5战机 这一计划被称为阴阳计划 1988年12月10日 台湾首架IDF原型机下线 紧接着在1989年5月首飞 于1992年正式投入服役 这一时间点比英国航空工业的首飞仅晚一年 显示出台湾在航空领域的快速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 当时韩国的战斗机产业尚未达到台湾的水平 在IDF首飞时 韩国的战斗机产业还在起步阶段 通过IDF的设计和培养 台湾培育了一批优秀的航空人才 这些人后来还参与了韩国P50高级教练机的研制 从这可以看出 当时韩国的航空水平与台湾存在明显差距 在与军方 台湾科技研究院和汉祥公司的讨论后 决定仿照之前的舰载机方案 先制造一架原型机进行试非测试 关于下一代海战机的引擎 台军方的消息源透露 可能需要从海外购买 因为台湾科技研究院自主研发所需的时间可能不够 尽管如此 台湾科技研究院的引擎研发项目 支女星计划 仍将按照原定计划推进 除了台湾 日本也在积极推动第五代战斗机的研发 据日本媒体报道 日本已决定 在2020年的预算中 投入19亿美元 用于第五代战斗机的研发 这款战斗机将替代现役的 SR-AB多用途战斗机和F-3系列战斗机 三菱重工正在研发的F-2AB战斗机 计划建造90架 而未来的F-3系列战斗机 也计划同样规模的90架 尽管日本已装备大量的F-35闪电2战斗机 但还计划配备90架F-3系列的五代战斗机 这引起了外界的广泛关注 到2027年 日本计划用200架新生产的F-3战斗机 逐步替代航空自卫队现役的F-2和F-15J战斗机 日本已具备研发隐形战斗机 强大发动机的能力 依靠自身技术 也可以制造高性能战斗机 自1973年起 日本开始了一系列技术研究 包括机动外形复合材料 高机动性先进火控技术 航空计算机 惯性导航 逆风技术 和整体电子战系统等 1984年12月6日 日本防卫厅参谋会议 开始探讨后续 GGFSX计划出现的原型 1985年3月 三菱重工提出了代号为 GF-210的战斗机方案 1987年下半年 日本国内三大报刊频繁报道 FFFX战斗机的相关消息 焦点不在飞机本身 而是美日两国政府 关于FFX的谈判过程 日本曾提出共同开发 但在美国的压力下 最终双方达成协议 采用改进的F-15G或F-16C作为FFX战斗机 台湾拥有制造ADF战机 用音高效机和F-16性能提升的经验 因此下一代战机研发案 不会沿用之前的技术 而需要从头开始 2023年5月初 有消息传出 美国波音公司的战斗机生产线 面临关闭危机 因此积极向台湾推销 FA-18超级大黄风战机 希望台湾空军能采购这款飞机 来替代老旧的幻想2000战机 令人诧异的是 台湾政军高层 竟持不反对立场 这使得美商认为 台湾有可能购买FA-18战机 岛内舆论对此持有正反两面的声音 虽然三年前有专家认为 选择FA-18更有利 但遗憾的是 台湾最终选择购买了66架新的F-16B战机 现在向台湾推销FA-18超级大黄风战机 实际上让台湾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首先 台湾目前战斗机飞行员的人数严重不足 因此 即使购买新战机也显得毫无意义 就像买了装饰品一样 其次 从2019到2020年间 台湾防御通过凤翔专案 以特别预算举债方式购买了66架F-16B战机 耗资2472亿元 现在即使美商再努力推销 台湾的军事预算在未来几年 也无法挤出多余的资金 军事预算就像卫生纸一样 看似充足 但用着用着就不够了 三年前就有许多专家分析指出 台湾不应该迎合美国洛克西德马丁的推销 购买新的F-16B战机 相反 他们认为台湾应该利用美军的便利 采购FA-18EF超级大黄蜂战机 当时 由于波音公司缺乏订单 台湾引进了新时代的G1公司的F-414系列发动机 这一举措为下一代自制战机的动力系统带来了更多优势 FA-18EF战机使用的G1公司F-414系列发动机 在技术水平上远超台湾现有的F-16和幻影2000使用的发动机 毕竟这两款战机都是上世纪70年代的产品 F-414G400发动机的前冲只有1100公斤 而单发动机的推力高达22000磅 这甚至比自研IDF战机使用的两台引擎的总推力还要大 选择F-414G11P升级版发动机 其推力更是达到了26400磅 在性能上完全可以成为下一代自制战机的心脏 因此韩国的KF-21 土耳其的TFX和印度的LCA等 都选择了这款发动机作为动力单元 如果在2020年台湾选择引进FA-18EF超级大黄蜂战机 并成为F-414引擎的现役使用国 那么在获取这款引擎用于下一代自制战机的机会上 无疑会更加顺利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 在2023年2月份传出的消息显示 台湾科技研究院的新一代战机制造引擎 支女星计划已经投入了近百亿元 原本计划将四叶片改为九叶片 并具备逆向涡轮喷射引擎的技术 但最终未能取得突破性成果 只能宣告结案 这与海军的震海计划遇到的困境颇为相似 再加上美国方面不同意单独出售 F414系列发动机供台湾用于新一代自产 IDF二代机 使得台湾空军现在无疑感到了深深的失落 尽管台湾已经在研发上投入了近百亿元 努力了数年 但由于台湾科技研究院在热断制造 销造温控 消除硬力等方面的能力不足 仍未能突破技术瓶颈 即便下一代战斗机已经完成了风动测试 也面临没有合适发动机可用的窘境 台湾在研发上虽走了很多路 但未能达到目标 最终只能成为一种冲击 然而 当前的当务之急 应该是如何留住优秀的飞行员 并有效增加招募飞行员的数量 问题就像在电梯里放屁 大家都知道 但又装作不知道 而现在基于购买新飞机 实在是有些不明智 好了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对于这些信息 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分享你们的看法和讨论 如果对于本视频的内容 有任何补充 或不尽完善之处 也请在评论区留言 以便我们进行更新和完善 我是怀宇哥 咱们下期再见 字幕提供 李宗盛